南京京县朱元璋女儿墓 出土蓝凤文铜镜和琉璃构建等众多珍贵文物 但是专家却发现墓中竟有活人居住 并且公主的尸身也一次惨遭毒手 让专家都忍不住直呼无耻至极 那么在墓中居住的人究竟是谁 她和朱元璋的女儿究竟有何关系 这位金枝玉叶的公主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座古墓又发生了多少离奇的故事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在1998年南京市雨花台区的邓玉墓园里 工程队正在进行改建 这天工人们和往常一样正常施工 结果挖掘机一产子下去 却挖出了大量的青砖 察觉到不对劲的师傅 赶紧下车查看 发现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他搭着胆子朝里面望去 下面竟然是一片整整齐齐的砖石建筑 并且还有奇怪的声音从下面传来 经验丰富的师傅觉得 这底下估计是个古墓 于是赶紧联系了当地的考古队 专家在对现场进行了严密的勘察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 这底下确实有一座墓葬群 而且这座古墓的规格还不小 由于古墓已经遭到了破坏 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 立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但是随着挖掘工作的进行 专家的脸色却越来越凝重 这座墓葬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盗洞 按照盗墓贼那丧心病狂的行事作风 这座古墓的情况估计不容乐观 不过考古队员还是抱着一丝希望继续发掘 完全展露在众人面前 不过专家却发现 这个墓顶非常特殊 它是按照数一层平一层的排列方式排放的 光墓顶就用了六层砖 专家根据古墓的形制断定 这是一座明朝时期的砖式墓葬 而且以这座墓的规格来看 墓主人的身份应该非富即贵 只不过被盗墓贼抢先一步后 不知道墓室中是否还有文物存留 不过就在考古队员对墓道进行清理时 他们又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 在墓道的旁边竟然还有一面砖墙 专家发现上面还欠有一块墓志明 这让一众人员兴奋不已 墓主人的身份要就此揭晓了吗 经过一番辨认专家对墓志明进行了解读 上面的文字是王母张泰工人墓志明 专家依此推测 这位墓主人应该是位四品官的母亲 可是以这座古墓的规制来看 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四品官母亲能用得起的 难不成墓主人还有别的身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专家被此苦思冥想时 又一个发现让他们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墓志明是另外一个小型墓葬的 它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规制较高的古墓中 是因为这位四品官的母亲的墓 就建在这座明代贵族墓上 估计是这座明朝古墓建造时间早 后来那位四品官 想为母亲找一处风水好的地方 结果就把墓志选在了这里 估计他也没想到 这底下还有一座墓葬早已建成 不过由此可见这里确实是个风水宝地 随着考古队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 他们在墓道的尽头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原来那里立了一座石像生 这石像生的含义可不简单 南京挖出明朝公主墓 专家却发现墓中竟有活人居住 并且公主的尸身也依次惨遭毒手 让专家都忍不住直呼无耻至极 那么在墓中居住的人究竟是谁 这位金之玉义的公主 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自古以来就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 可以说石像生是皇帝陵墓中的必备品 凡是有他出现的墓葬 墓主人不是皇天贵宙 就是王侯将相 难道这个明朝贵宿墓的墓主人 竟是皇室中人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顿时信心大涨 他们继续往下挖 很快就找到了墓室的入口 而入口被一扇石门给堵住了 专家走进观察 发现这石门上竟然还刻有文字 在打开石门后 整个墓室的结构都清晰了起来 墓室的面积很大 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 而且墓室中的细节也很讲究 石壁上都涂满了白石灰装饰精美 看来墓主人的身家确实丰厚 按理说古墓的前室 应该就有不少陪葬品 但是盗墓贼已经提前光顾过了 而且还不止一批人来过 所以考古队员在清理过程中 并没有什么发现 最后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后室中 就在考古队准备把战场转移时 一名队员突然发现了一块人骨 这可就让他们那了闷了 毕竟一般来说 后室才是放置观骨的地方 墓主人的尸骨怎么会出现在此呢 后来专家又一想 这块人骨真是墓主人的吗 在考古队走进后室时 这个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原来墓主人的观骨已经遭到了破坏 本应躺在观骨里的尸身 也变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 专家看到此情此情更是直呼可耻至极 没想到那些盗墓贼 不仅盗走了文物珍宝 还把墓主人的尸骨随意挪动丢弃 这样恶劣的行为 实在是让人感到不适 但如今盗墓贼把墓室洗劫一空 只从已经被破坏的尸骨上来看 也得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整个考古队都陷入挫败之中时 一个物品的出现 终于让他们重振士气 那时工作人员正准备收拾东西转移阵地 没想到却发现一旁的泥土有些不对劲 他把泥土拨开里面赫然藏着一面铜镜 这让考古队员欣喜不已 在对铜镜进行细致的清理之后 发现这面铜镜上的花纹十分独特 而且上面还刻着几个字 专家拿着铜镜字细端向一番 确定这是一面蓝凤铜镜 上面的字是铜镜制成的日期 红武七年八月日造 而且这面铜镜 和之前山洞入荒王王妃墓中 出土的铜镜简直是一模一样 看来这位墓主人应该就是皇室中人了 但他到底是哪一位公主或者王妃呢 就在专家对墓主人的身份 百思不得起起之时 又一个震惊众人的情况出现了 专家在移除石制底座上 竟然发现了现代物品 而且还有被褥等生活气息浓重的东西 这是怎么回事呢 谁会在一个墓室里安家呢 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守墓人 这个现象引起了考古队的强烈关注 不过后来才发现 在这里居住的是个流浪汉 他之前为了避雨通过盗洞进入了墓室 后来发现这里确实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好地方 南京京险朱云章女儿墓 出土蓝凤文铜镜和琉璃构建等众多珍贵文物 但墓中竟有活人居住 公主的尸身疑似惨遭毒手 让专家都忍不住知乎无耻至极 那么在墓中居住的人究竟是谁 这位金枝玉叶的公主 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座古墓又发生了多少离奇的故事呢 于是就把这里当成了秘密基地 原本专家还寄希望于守墓人解开墓主人的身世 没想到一切都是他们多想了 就在专家感到灰心丧气时 考古队员竟然找到了墓志明 这个墓志明藏得可真言是 就在门口的封门墙中 通过对墓志明的解读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她是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 从小就备受宠爱和重视 后来被朱元璋支给了韩国公之子礼器 婚后生活算得上和谐 并且后来考古队又在泥土中 找到了大量金饰 玉串珠和琉璃构建等 足以见得这位公主有多华贵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